123年度第一次课语能力中级进中高级认证将在23号登场了 而华联市长魏佳燕21号晚间特地前往 为参与的华联市课语进阶班的学员们加油打气 也期许大家保持平常心发挥实力就可以顺利通过认证考试 华联市课语进阶认证班从2月份开始 有25名学员每周都在课语新传师中学期的带领下 学习评语应用并加强辅导作文书写 而113年度第一次课语能力中级及中高级认证即将在23号登场 市长魏佳燕21号晚间则特地前往为学员们加油打气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今天是我们的中高级的课语认证的总复习了 那再过两天就要进行我们的考试了 那今天也上来勉励我们所有的今天报名的学员们 那请他们不用紧张 那也希望说用放松愉快的心情去考试 那希望都有好的成绩 那今天也带了一些饮品给大家享用 那也希望他们在今天的一个学习 能够是慢慢的去复习我们之前所上的课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琪琪老师 还有我们简利文所长 都陪着大家一起将我们总复习的课上完 那也希望说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 我想华联市会在客家的一些文化传承里面 我们会持续的在努力在耕耘 华联市公所在华联县政府的支持下 办理课语深耕服务计划 年度开办课语能力初级中级 即中高级高级认证班 也规划在社区及公所开设生活课语班 欢迎对客家化有基础能力 或学习意愿的市民朋友 可以洽询华联市客行所 记者许立芹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